在高速公路上长途奔波 少不了要到服务区的餐厅里边去吃顿饭 但是服务区的餐厅卫生状况您知道多少呢 最近有观众朋友们向我们反映 说是那个南京长江三桥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啊 那里边的餐厅很多菜压根就不洗 直接切吧切吧就扔锅里边炖出来端给消费者吃了 真是这样吗 看记者调查 8月19号在南京长江三桥北侧服务区餐厅的厨房里 记者看到了这样的一幕 厨师刚刚切完一盆红色的鲜辣椒 直接就到进了锅里炒 随后又将一盆没有清洗的青椒倒进了锅里继续炒 正在一旁等着上菜的服务人员说 这里的菜品原料一般都不洗 切完之后直接下锅炒 两位服务人员还表示这个厨房烧出来的菜 厨师和工作人员自己都不吃 对于菜没有洗就下锅炒的疑问 这位厨师没有正面的回答 只是表示厨房里人员太紧张 而且切菜洗菜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25号上午在北侧服务区几百米之外的南侧服务区 记者看到了同样的情况 服务区厨房后厂刚买来的菜鱼肉糊乱的堆放在地上 苍蝇到处飞 这位厨师将刚刚买回来的肉直接放到锅里用水煮 并不清洗 而这名切菜工将整包没有清洗的胡萝卜切成块之后 也没有清洗就到进了锅里跟白萝卜一起烧 蔬菜在种植过程中多少会有农药残留 而经过加工运出之后 蔬菜肉类又会沾染其他的脏东西 如果不清洗就烹制 肯定不卫生 随后记者将厨房菜品原料不清洗就下锅的现象 告知了餐厅的负责人 这名负责人表示 三桥服务区南北两侧的餐厅都是他承包的 每年两百万元的承包费 近期已经有执法部门发现他这里卫生有问题 让他整改 目前正在整改期间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